现在的全球资本好像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赌局 而且他们把赌注压在了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上 一个是黄金,一个是AI 你们看,最近金价是不是一直在涨 这背后的逻辑是 大家对现在全球的货币体系 尤其是美元,开始失去信心 因为过去几十年,各国政府都在借债,印钞 现在债务越滚越大 大家都担心这套模式会玩不下去 所以开始把钱换成黄金这种硬通货,一方万一 但同时,AI相关的公司 像OpenAI,英伟达,甲骨文,股价也都在疯涨 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资本闭环 OpenAI找甲骨文买云服务 甲骨文拿了钱就去英伟达买芯片 英伟达赚了钱又回头投资OpenAI 这三家公司互相抬轿子,股价蹭蹭往上涨 这背后其实是资本的另一种赌注 他们希望,AI技术能带来一次生产力大爆发 把我们欠下的所有债务都给消化掉 如果AI真的成功了,那它就是未来的印钞机 所以你看,一边是囤黄金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一边是压住AI,希望创造奇迹 这两种行为同时发生 就说明连资本大佬们也拿不准 未来的世界到底会走向何方 而最终,这场赌局的输赢 可能就取决于我们这些普通投资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